中国的高官其实是很容易预测的 因为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提拔任命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是选举制度 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只要你能知道一些基本的规则 你就能提前五年预测到中国的七大常委 也就是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国最有权力的七个政国级领导人 晋升的因素基本上有五个 分别是足迹晋升、年龄、简历、人的因素和运气 如果你看了我上一期的视频 这些因素你基本上都清楚了 如果你没有看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简单的讲一下 首先是足迹晋升 所谓足迹晋升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一共有十个级别 每个官员都要从最低级别干起 足迹晋升不得越级 所以你要想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员 那么你必须在五年前就已经成为了次级别的官员 或者说是屯级别的官员 简单来说 如果你要想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七个政国级领导人之一 那么在五年前你就应该成为那七个政国级的领导人之一 或者说是十七个十权的副国级领导人之一 有了这个规则呢 换围就一下所小了 比如说2027年的七个政国级领导 一定在2022年的中央政治局的24个委员之中 第二个因素呢 是年龄 年龄呢 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硬指标 在中国政国级和副国级这个级别的官员之中呢 大致上遵循了七上八下的规则 所谓的七上八下呢 就是说 如果你只有67岁 你还可以再干一件 还可以再干五年 如果你已经68岁了 你基本就要退休了 当然了 也有少数的特例 比如说习近平 他今年已经69岁了 按说他应该退休了 但是呢 他还要干第三届 但是呢 90%以上的官员 还是要遵存这个规则的 所以说这个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简历 这个因素呢 它属于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 简单来说 就是说 你知道它的存在 你也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呢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如果这个人 有两个省部级 一把手的经历 就是最好的 他大概率会成为 下一届七个正国级领导人之一 第四个因素呢 就是人的因素 这个因素就更不可预测了 只能说呢 它的运气和实力 是各占一半的 比如说 你干了一件受到领导赏识的事情 这个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朱镕基 朱镕基在邓小平的时机呢 搞了普通的开发 然后呢 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后来被提拔为 国务院的总理 再比如说 你个人的能力很强 干了一件很大的事 处理了一场很大的危机 比如说胡锦涛 他在八九年的时候呢 平定了西藏的判断 后来呢 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然后呢 被指定为了接班人 第五个因素呢 就是运气 这个呢 就更不可预测了 但是呢 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 就是说 在你的任上 不能出现大的事情 或者说大的事故 如果出了大的事故 也还没有处理好 那么你肯定是没有机会 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一个比较倒霉的官员 就是孟学龙 孟学龙呢 他在53岁的时候 就担任了北京市的市长 如此的年轻 又担任了如此重要的职位 他可以说是政治上 一颗冉冉身体的新星 但是他比较倒霉 三个月后 北京出现了SARS 然后呢 他又没处理好 中央只好把他免职 把王岐山给调过来了 王岐山在担任北京市长的时候呢 很好的处理了这个SARS的疫情 后来呢 宋李成章的成为了 七个郑国籍领导人之一 之后呢 中央又给了孟学龙一次机会 在他57岁的时候呢 让他去当三溪省的省长 但是呢 七个月之后 三溪省的一个地方呢 发生了溃堤事件 死了277人 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 如果出现了一个大的事故 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孟学龙作为三溪省的省长 他是责无庞贷的 所以他就再一次的被免职了 这样他的政治生涯 就完全被断送了 你可以说是因为孟学龙的能力不够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 因为他的运气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的政治生涯到头了 以上五个因素呢 它是共同起作用的 前面两个因素 比如说足迹竞争和年龄 它是比较明确的 后面三个呢 它也起很大的作用 但是呢 基本上是说很难预测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根据这五个因素 把七个政国级干部压缩到十个人左右 就说七个政国级干部一定会在这十二三人中产生 要想检验一下我们这五个条件是不是准确 我们可以拿2017年的政治局委员来做一个试验 第一个因素足迹晋升 根据这个因素呢 我们可以把人压缩到25个人以内 这25个人呢 就是2017年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共有25个人 根据第二个因素 我们可以把超过62岁以上的人全部删除 当然呢 这里面有少许的意外 我们可以先把它留着 首先是七个政国级干部 第一个习近平 他已经64岁了 但是呢 习近平他的权力太大了 他已经超越了规则 我们先把它留着 然后是李克强62岁 我们把它留着 栗战书67岁 没有机会了 然后汪洋62岁 还有机会 把它留着 王富林62岁 赵乐际62岁 韩正63岁 没有机会了 再然后呢 我们看18个副国级干部 也就是18个委员 首先呢 是副总理 三个副总理都超过了62岁 我们先把它删除 他们都没有机会了 然后就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四个人 只有一个人 小于62岁 可以把剩下的三个都删除 然后呢 就是委员长67岁的删除 再然后就是重要省事的一把手 重要省事的一把手呢 他们都小于62岁 林路上都有可能成为郑国级的干部 先把它留着 然后就是外交部的杨洁篪 杨洁篪呢 他这个部是比较特殊的 他算是专业官员 他们基本上呢 没有在地方任职的经历 不会成为郑国级干部 副国级干部就是他们政治生涯的顶点 可以把它删除 然后宣传部的房昆明 他没有超过62岁 先把它留着 然后军队两人不用考虑 他们的政治生涯的顶点 也是副国级干部 因为他们也算是专业官员 没有在地方任职的经历 根据前两个固定的因素 我们把人员一删除 我们会发现 2022年的20届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 全在剩下的这13个人之中 这13个人之中呢 有三个他们是平调为副国级干部 冯昆明2020届的 还是一个副国级干部 然后陈明尔和李逢忠 他们俩也仍旧还是副国级干部 他们俩没有被提升为 郑国级干部的原因呢 也很简单 因为天津市和纯津市 是副国级直辖市中 比较弱得了 所以没有成为郑国级干部 也在情理之中 他们还继续担任着副国级干部 然后就是这个陈全国 陈全国呢 按道理再当五年的副国级干部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对新疆的处理 可能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 所以把他给被退休了 剩下两个就是 比较意外的是 李克强和汪洋 李克强从年龄上说 他还可以再担任一任 郑国级干部 从法律上来讲呢 他已经担任了两届的总理 所以他应该退休了 最大的意外是这个汪洋 汪洋按说 他只当了五年的郑国级干部 他年龄也没到 他也可以再留任五年的郑国级干部 他们俩总的来讲 都是比较受外网反贼们的反应 大家认为 他们俩比较软一点 是符合他们对中国的期待的 不过这个软很显然不符合习近平的期待 所以他们俩应该是被第三个因素给淘汰的 就是没有受到领导的赏识 下面呢 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五个因素 看预测一下 2027年的七大郑国级干部 首先呢 2027年的七大郑国级干部呢 肯定是在2022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 2022届中央政治局呢 一共有24个委员 其中有七个郑国级 那么根据年龄呢 我们可以把它先删除一波 首先是习近平这个在留着 因为他是一个意外 李强呢 也在给他留着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意外 李强这个人呢 他是比较微妙的 因为他今年63岁 按说呢 如果按年龄来讲呢 把他给 让他退休 也是合理的 当然如果说习近平已经一步从心了 让他去当国家主席 也是有可能 如果说他习近平呢 自己还想再当五年 然后呢 把他仍旧按在 中国总理的这个位置上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 他的可变动位置是非常大的 然后赵乐际65岁 没有机会 王富林67岁 没有机会了 蔡奇67岁 没有机会了 然后正国级干部中 有机会的 有四人 然后17个副国级 我们看一下 囤战部的 史泰芬 66岁 没有机会了 然后这三个人都还有机会 然后 冯昏明 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66岁 没有机会了 李分钟 66岁 没有机会了 然后马兴 瑞 63岁 没有机会了 然后代定的这四个人中呢 因为这四个 省份 他都不是一个副国级的省份 他们的省份的 一把手都是一个正部级 但是呢 现在却把他们的省份的一把手都提为了副国级干部 就是说明他们之后这四个人会被提拔为副国级的那个位置上 现在呢 只是说还在位置上没有被提拔 然后呢 就是王毅外交部 刚才说过 他没有机会 职业官员最高就是副国级 然后军队的这两个人呢 也不用考虑了 他也是副国级 然后就是何太峰 也是 没有机会了 67岁 这里面还漏掉了一个李希 李希66岁了 他也没有机会了 等于说是 还有三个正国级干部 我们可以看到 符合年龄和级别的中国官员就剩下这12人了 我敢很肯定的说 2027年的中国七大政治局常委 就在这12人中产生 当然我也可以接着预测进一步压缩人员 把他控制在10个人以内 不过呢 接下来就不是特别准确了 比如说 担任过广东省一把手 上海市一把手 和北京市一把手的官员 比较有概率成为正国级的领导 但是呢 这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这个预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你认为 2027年会有哪七个人会担任中国的正国级领导 你可以在评论区的下方写下来 让大家呢 来共同的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